一回到家 其實已經腫了一大招了 你去哪裡睡了? 前一天 前一天 我們在二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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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西要做手術 不是吧? 原來他要住院兩至三天 不要不要不要 塞在你那邊 明天爸爸會做手術 你笑什麼? 咦? 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好 我是Liz 剛剛我就快速完成了這條片 我今早是五點鐘起床 剪片剪到現在大概九點幾十點 就完成了今晚會出那條片 為什麼這麼說頭說命呢?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預約 那個預約不是去玩 不是做什麼treatment 而是去看醫生的預約 因為小巴西其實現在每個星期日 都會去踢球 上個星期日他如常去踢球 他就好死不死摸 然後直接手是這樣落地 所以一回到家 其實已經腫了一大招 那一開始他說沒事沒事 可能跌到腫了 不如再拆散他 但是我們一拆了七天之後 手不但沒有好轉 反而是越來越痛 所以我上星期五 就已經幫小巴西在家附近 找了一個外科骨科的地方 去看醫生 打算可以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但是上星期五去看醫生前 那一早早 他突然跟我說 不去看了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了很多 小巴西是無論他頭暈生氣 發燒 或者好像今次扭傷手 擦傷腳 他都是一律不肯去看醫生 好了 星期五那天就被他走掉了 但是整個weekend 據我觀察 他的手是一直越來越差 他是連懵懵都抱不住 他的右手是完全做不到這些開合的動作 就是這個位的關節是完全動不了 一動就很痛 所以我就再一次訂了那個外科的診所 待會要跟他一起去看 是要捉他去看 我們現在在七國很多天的地方 今天是星期一平日 但是這個診所是超多人 那韓國看醫生呢 除非你是一些急症 你會去急症室 你要看自己究竟是什麼病 去回相應的診所 現在整個都在夢 剛剛他照了X-ray 所以現在就等著 已經過了一整個月了 對 你還沒有變得更好嗎 我可以移動 你看我的腿嗎 我可以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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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移動 你還可以移動 看這個 看我的正確 我們來這裡 西方叫做手術 做手術 看這個 做手術 對 謝謝 謝謝 做手術 是我 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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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做手術 明天 我不會做手術 我不會做手術 你自然相處 你長得有玩遊戲 你玩遊戲 你玩遊戲 我生日玩遊戲 我生日玩遊戲 我生日會像這樣 你結束複製 你真狡猾 我不知道,腿是只是痊癒 所以,腿是不太好 那是好 醫生說如果不做手術 後來,腿移動的動作 你會被影響 對 那是OK 那是OK 但誰這樣做這麼多? 瘋了 他們這樣做 我只是做這麼多 看我看 對,沒問題 寶貝,你每月有保證 你每月付款 這是一個機會 你把錢拿回回 剛剛看完醫生 我們就得到這個信封 就是轉介小巴西 明早9點要去看醫生 要轉介到大醫院去做手術 所以今晚12點開始就要禁食禁水 去到天天 正式做手術 小巴西現在完全用不到右手 有這個固定器在這裡 但是他又不是左腰 他現在變成半個貴人 Do you need me to drive you to the hospital tomorrow? 沒有 謝謝 看到班仔吃了整個五盒子 就叫他好像叉它 什麼? 什麼? 我沒有看見 你怎麼做的? 你怎麼做的? 什麼? 我看見他的臉 什麼? 什麼? 明天天會做手術 我沒有看見 哈哈哈哈 終於回到我家了大家 原來小巴西的手是比我想像中大鑊很多 剛剛一看X光就看到 為什麼手指第一節骨的位置 完全是移了一圍 整塊骨裂開了 然後醫生一來就問 你什麼時候弄傷的 他說7天之前 我說你7天之前弄到骨折 你到現在才來看醫生 所以剛剛照完X-ray確認了 斷了骨折之後 醫生其實是建議 立刻要去做手術 其實我自己也裂過骨的 我小時候玩的猴子架 也是這樣落地 所以手腕的骨裂了一點點 當時是打石膏 打了我想過幾個月之後就埋回口了 但是這次小巴西 為什麼醫生強烈建議他要做手術呢 因為這一塊骨 其實它移動是一個關節位來的 如果不用手術的方法來fix它 只是靠固定啊 靠打石膏呢 醫生就說可能 他以後這個位置的動作 會不會那麼好 所以為了他的右手 可以變化一隻正常人類的右手 我們明早就去做手術了 可能你看我現在好像小小口 覺得沒什麼 但我都有點擔心 因為真的想不到今天他照的X光出來 整條骨是移位 而且我真的覺得小巴西是一個很荒謬的人 有什麼理由你的骨斷了移位 你整個星期跟我說是沒事的 你知道他星期的中間嗎 他還跟我說 不如我這樣試試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吧 雖然痛痛的 但我覺得會快點好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中間他咬到自己的骨更加移位 大家真的 如果你的身體有什麼不舒服 有什麼痛楚 你真的去找回相對應的醫生去檢查一下 看一看 你的心是會定很多 說起來 話說有一陣子我沒有做到假眼睫毛 叫了給眼睫毛休息一下 其實是沒時間去做 其實如果有做假眼睫毛 我就不會畫耐眼線 但是這把眼線沒做 眼線就要畫得足一些 接著我這一陣子是用這支Maybelline的眼線液 它是Hyper Sharp Liner 我大學的時候應該是繼續狂用 又夠黑又幼又容易畫 那你畫上去的線條是水 但它不是水到化絲水 一來就化開 你需要幫忙嗎? 不 是嗎? 你需要幫忙嗎? 看來你需要幫忙 我已經在這裡站了10分鐘 很快 好,我們看看你做 哇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不是很緊張? 我的家人有很好的說話 每個人都要追隨著 如果你要做的話,就讓它離開 我同意 這是我的家人的說話 沒有逃避 你停下來 對 我們來到醫院了 本身就是9點鐘的時候 但因為早上8點多的位置 每個人都開車出門口 上班了可能 所以是超級塞車 我們現在差不多9點10分 才去到 現在要去了二樓 做了登記 還要給了一封轉介信 今天是你的生日 對 對 我對你來說很好 你可以不可以喝完 你不可以喝完後 我可以喝完 你可以 一天後就好 一天後 對 我本來想喝完 今天喝完 今天喝完 今天我們可以喝完 不 我會問醫師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我自己做手術 但我的人反而有點緊張 我可以喝完 我可以喝完 現在拿了號碼 昨天的封轉介信 我完全不知道今天的手術 是要怎樣做 不知道是要麻醉 還是怎樣 我有點緊張 我怎麼搞 我可以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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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們剛剛登記完 就來了一間治療室外面等 巴西的名字就已經在Displayboard上了 每次我們去無論打疫苗或者診所醫院 護士都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去讀巴西的名字 因為巴西的名字叫 沒有人可以讀到 每次都是進我們去 除了叫你的真名 其實我怎麼叫你比較好 然後就要說 好 你當時被痛了嗎? 昨天 昨天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去找出醫療室 醫療室 對 先拍照照照片 然後再拍照照片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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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把這裡 哇 我的媽啊 我本身以為是一個小手術 原來他要住院兩至三天 做COVID test 禁食入院住院三天 因為醫生說會很痛 肯定會記得我 我必須睡在身上 我必須睡在身上 小阿西又昨晚到現在還沒吃過東西 來再買一個早餐 回到家了 終於小巴西可以吃東西 現在的情況 我預約了下個星期 小巴西就要入醫院做手術 入醫院之前 其實跟我生嬰兒的時候是一樣的 前一天就要做COVID test 預計要住三天 但是看情況 如果他敷服得比較好一點 也可以像我當時那樣 可能早一天出院 本身其實今天即日都可以做到手術 但是沒辦法 我們家裡有寶寶有小孩 不可以說我立刻包袱 立刻去入醫院 有很多事情都要安排 所以這個星期 小巴西就要保護手套 用到一個星期 好那方面想 因為明天是小巴西生日 通常我們生日前一日 或者生日正日 怎樣都會吃過飯 喝少許東西 如果他今天做手術的話 基本上完全沒有可能喝東西 生日也要在醫院裡面過 但是我真的沒有試過連續 兩三天 不能跟我老公一起睡 之前staycation 一晚而已 少於24小時 但是三天他不在家 問到一定是掛死 小巴西 問到我們兩個都在家 他才會覺得開心 萌萌一定會很掛念小巴西 其實萌萌現在已經認得了 已經 即是看到爸爸媽媽走過 他很高興的 拚了手 還有爬過來 要你抱他 所以三天見不到 辛苦 都幾是事 都應該是一個挑戰 我想小巴西轉院那三天 我就談不到他了 三天就在家 撐起頭間 頂住 可能出院的時候 才可以見到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三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